接下來就是考驗技術的時候了 請幫我集氣 有點重耶 會不會就這樣子砸碎了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今天我們介紹的料理呢 是高麗菜麵線煎餅 據說這個是阿嬤的古早味 有一些觀眾朋友小時候 可能吃過麵線煎餅 但是我們把它改良一下 再加一點蛋 再加一點好吃的高麗菜 就會更美味且更營養喔 而今天要介紹的食材 在這邊 不是啦 這個是等一下 我們要沾麵線煎餅的 海皇XO干貝醬 也會很好吃喔 但真正的食材的家啦 好 備料之前 我們就先拿這個水神 消毒一下雙手 當然你是要把這個 雙手的病菌給消毒掉 那除此之外呢 備料最快的方法就是要先煮一鍋水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需要一鍋滾燙的熱水來燙麵線 好 那在這個水在煮之前呢 我們就要來開始把這個高麗菜 我們大概今天只需要兩三片就夠了 我們要切成這個高麗菜絲 欸 你沒有吃過麵線煎餅嗎 沒有 沒有耶 好 大家都沒有耶 麵線煎餅是把煎餅包在麵線裡面嗎 不是 它就是像台式的披薩 一塊圓圓的 有些人會吃梗 有些人會覺得不好吃 其實給它很客人好像好客啊 三顆蛋打一個碗 另外兩顆再打另外一個碗 蔥的話大概一支半 兩支左右 一樣是小蔥的話 其實鹽巴不用倒太多 因為等一下我們的那個麵線煎餅要沾我們今天的海皇XO干貝醬 所以其實這個鹽適量就好 然後這個麵線因為它是手工麵線嘛 本身其實也會有一點鹹味 然後還需要備的是幾片薑片 好 那我們的薑片是從冷鍋就開始煸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開火 就已經先可以把薑片放進去了 好 接下來開火 這個是苦茶油 麻油 好 你會覺得油很多對不對 好 我們等一下其實會把油撈起來 所以不用擔心油很多 我們要把它煸到這個捲曲狀 香味出來了 好香喔 好像要吃麻油雞喔 然後我們也可以開始把麵線放進去 煮40秒就好囉 40秒的時間非常快 煮完之後你要趕快把它瀝乾 好 現在這樣子喔 你要把它放在這個盤子上面 然後趁它還沒有變涼的時候呢 趕快先淋上黑麻油 用量不能太省喔 不然那個味道就會不對 然後你要快速的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之後 接下來這個步驟你要在它冷掉之前 先把它鋪成一個圓形 盡量可以跟盤子的這個內圈一樣圓 好 然後放涼讓它定型 我們這一鍋熱油呢 剛才覺得 欸 怎麼這麼油對不對 好 不用擔心 我們要先把剛剛的這個油把它倒一點出來 這是等一下油還會再使用到的 開始煎蛋 然後等一下速度要非常快喔 所以我們蛋在下的時候 就要鋪高麗菜絲 先把它黏上去 另外的兩顆蛋把它淋上去 然後迅速的把麵線放下去 然後把它壓扁 這一面要大概煎五分鐘左右 可以偷看一下這個蛋皮的顏色 喔 有 這是金網色 可以可以 接下來就是考驗技術的時候了 請幫我集氣 有點重耶 等一下 會不會就這樣子砸碎了 可以可以 可是等一下 還沒有 還沒結束 還要再繼續開火 等一下 剛才不是要一點點油嗎 我們弄一點點上去 剩下來的可以擦臉啊 對皮膚滿好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熱鍋 再來呢 我要把它放回去 我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有一點點跑出來了 趕快救它 但沒關係 我們趕快把它藏到這個蛋皮裡面 客人就看不出來了 好 這一面呢 我們不動它 我們就這樣子烘 三 四分鐘 但是你聽這聲音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很好吃一樣 這一面呢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那個麵線可以煎到有點 焦香焦香那種焦糖色的 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天氣很熱你也吃不下什麼 飯菜啊什麼的時候 這裡面有菜有蛋有澱粉 就是麵線再加上這個干貝醬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棒的一餐 我現在掐指一算 我覺得它應該已經差不多好了 但我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粘鍋啦 你看它會動啊 很好 關火 現在就是一個 再度考驗技術的時候了 這就是我們的高麗菜麵線煎餅 那等一下呢 就要來沾我們的海皇XO醬一起吃 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你也可以叫它台式的Pizza 試吃時間 這個是高麗菜麵線煎餅 然後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我們有刻意就是把鹽減量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要搭配 我們的海皇XO干貝醬吃 這樣子味道會更好吃 我們可以先用沾的也可以 然後把這個醬放上去也可以 比我在家做的還要好吃耶 應該是因為配干貝醬的關係 如果很擔心怕辣的朋友 可以沾一點點 那如果不怕辣的話 你就可以再沾多一點 這樣子的話 搭在一起滋味會更好吃喔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拜拜